目前就是我们做了动态宣导 那当然也有相关的静态跟奥引 可以到民众顺利到我们做个申请 因应3月29号开始申请基隆青年工艺电动机车的人潮 各区公所都规划好了相关动线 中正区公所区长带领记者来了解 从入口开始 大萤幕就有基隆工艺青年电动机车的宣导影片 搭电梯上楼一直到区公所的内部 引导民众到申办柜台的动线都相当清楚 希望用贴心的服务 让民众能顺利完成申办 大家好 这就是我们现在专制的两个柜台 因为营益329 当天可能有申请民众非常众多 所以我们临时调派两位同仁 专门做相关的受理申请 明天早上我们可能要跟环保局的表格出来之后 我们要先试让一次看看 全台湾第一次有县市政府愿意编列预算 来办理青年工艺 电动机车的这样申请的工作 那基隆市七个区公所 我们配合环保局的这个市政重大政策 在七个区公所都设立的专用的这个柜台 那也会在指标上面 详细提供民众能够直接到柜台来办理 做申请 那柜台的部分也会有申请表格 那我们更期待是民众能够 事先就填头表格送到区公所来 区公所接受表格会做初步的判断 把表格该填写的做正确的填写 然后再转给我们环境保护局 来做相关后续申请的动作 民众可能要准备身份证跟驾照的证本 另外如果有台湾机车的话 可能要带他个人的存折银本 移工后续环保局审核之后的补助款 1万块可以入账 目前我们是可以受理代办 那但是最好是代办业者或者是人 他可以带他的身份证资料 可以证明说他跟他的关系 那以上我们都会受理 市政府民政处表示 透过各区公所申请可以分散人潮 符合资格申请电动机车的民众 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申办 所以基隆市在68年次以后的 这个到93年次的青年朋友 才可以到我们各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 那会设在区公所 就是我们基隆市一来服务员比较小一点 但是还是有些地域性 希望透过区公所能够协助环保局多一点点 也就多了7个点来接受申请 除了这7个点以外 环境保护局也在我们火车站的南站 也设了一个点可以来做申请的动作 无非就为了辩民 希望这样的政策可得到市民的支持 然后当然也有民众问说 我之前就已经申请过电动机车 那费率该怎么算 市府这边是有溯及既往 在以前申请的电动机车 在4月1号开始用新制之后 我们会折优让他用新的费率来优惠他 基隆市也是在台湾数一数二 高龄化的一个城市 我们希望青年的政策 能够吸引更多青年朋友 能够留在基隆以外 也可以有外地的青年朋友 希望能够来到基隆 他能够来基隆工作定居 或者在那边婚育生子 所以这相关的政策都会有一些关联性 我们希望这些关联性能够创造基隆 成为我们市长谢国良所说的 一个有爱的城市 希望大家来到有爱城市 能够更多辩民 然后立民 以及帮助我们基隆市发展的各项政策产生 至于申请书跟所需要携带的证件 也提醒民众 可以向环保局电动机车的专线电话先洽询 以顺利完成申办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